七夕情人节在万里区除了知名的金山财神庙之外 现在经营团队也在财神庙的旁边花了两年的时间 新建万里情月老庙 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来看一看这间特别的月老庙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求爱情是许多人的梦想 而在万里区除了知名的金山财神庙之外 现在经营团队也在财神庙旁边 花费两年的时间新建了万里情月老庙 融合宗教时尚文创等设计概念 更贴近年轻化的设计 并且开办爱神邮局相当特别 万里情月老庙首创全台唯一 我们有推出爱情线10批 我们这个爱情线10批就是针对一些人 比较不好意思说出自己心里的话 但是他想对月老说的 他可以借由这个信来传达他的心意 当他写好之后 装进一信封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那个古代石油桶里面 那个金炉里面画给我们的月老 让月老来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在这间月老庙里面看到的是 与以往不同的庙宇风格 除了主要祭祀的神明寺月校老人之外 还有和和二仙与求子观音 而在外观的部分采用红白色为主 在门口还设计了一座雀桥与星形的拱门 不只是香炉 就连杯角也是爱心形状 当我们山柱乡都拜完这个程序之后 我们就拿起我们那个心形立体圣杯 心形立体圣杯来跟我们的月老 报你的姓名出生年月日 以及你的住址 向我们月老来祈求 你是要找姻缘或者是夫妻 或者是情侣的感情和和 庙方表示月老庙的设立兼顾传统与创新 除了可以让民众的感情更加的顺利 在创新的部分 还有七彩姻缘线以及星星相应 等立体邮票 护身符等相关结缘商品 庙方也希望这一座月老庙 可以打造成为宗教的观光园区 这下是园医万里采访不到